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为期四天的停火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周七点生效 预计哈马斯随后将释放几十名人质,以色列亦会释放150名巴洛斯坦人 南非残阵奥运选手皮斯托利斯获得假释 10年前,他在南非家里射杀了女友,话远说他将会在2024年1月5日获释 沃尔兰反移民抗议者和防部警察发生冲突,刺伤5个人包括3名儿童 沃尔兰总理阿拉德卡星期五强调都怕男人是安全的 日本内国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星期五说南韩法院的裁决极其令人遗憾 法院在星期四下令日本政府需要向二战期间的慧安府支付陪杀 大幅折扣将吸引美国消费者在黑色星期五到商店购物 据美国全国零售协会预计今年的节日消费支出将超过去年 大幅折扣